今年5月 吴女士在杭州闸笼口一枝家的一千零一页专柜 给孩子买了两件衣服 总价一百块钱 她说有问题的是其中一件 吴女士的孩子还不买一岁 她提供的视频里 孩子脖子下方有很多亮晶晶的颗粒状东西 她还提供了一张照片 当时她手上拿着几根反光的细线 吴女士先是在室外找了找 没有看到她所说的那种反光的细线 再来到室内 记者现场确实看到了这种会反光的细线 集中在领口 袖口等缝纫走线的地方 但拍摄出来的画面里不太看得出来 吴女士说她怀疑这件衣服不仅不是百分百纯棉材质 而且可能质量也不过关 那我希望她们出示一下这个合格证 如果说有这个合格证的话 那我们就比较放心一点 但是她一直无法提供 吴女士之前跟一之家协商要求对方退一赔三 根据她查到的资料 金额不足一千的要按照一千块钱进行赔偿 双方没有协商一致 工商已经揭露了 质检报告出来的任何问题 包括现场的要我们提供的这些所有的依据 给到我们该怎么处理 我们怎么处理 那这个亮晶晶那是什么 我现在因为首先我现在看不到这个东西 然后衣服是无法质检 既然她也去咨询过了工商或者干嘛 我现在不能智慧这个亮晶晶东西是什么 提供证据事情她去举证 最后的结果我们来认 如果真的所有质检问题 这个我现在也不能智慧 我还是认那个官方结果 既然她已经去举证了 那你们这边有没有合格证 有没有合格证有 我们衣服上架的话 所有的衣服上架都有抽检的质检报告 这个我会让品牌方去沟通 或者是去拿税 哪怕去同批款式的衣服去抽样质检 我们都会做到 这个有没有合格证 有没有合格证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我现在不能是抽检 我现在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当时的那个部门的经理 我不知道 这个我现在不能这么说 吴女士表示 会等待市场监管部门的处理 腰包黄剑记者报道 有没有合格证 我现在是在一个红色里面上的编 Font 我想我以前在第1个相笔中监管部门的处理